它產生旁邊這兩個按鈕 按下它自動出現 按下來自動把它清掉 比如說把剛剛那兩個聚集變成兩個按鈕 而且蠻簡單的 首先我先做一次看 這清圖的話很簡單 清圖就是如果你要把這個去掉 按Ctrl鍵 選它選它 Delete掉它就沒有了 OK 然後呢 如果你要增加按鈕的話 第一個啦 請你找到開發人員裡面的插入 表單控制項的下方 等於是左上角的第一個 這隻按鈕 OK 那這個按鈕的話呢 其實你按下它之後 就有點像小畫家 可以拖拉一個曲型 它有點像一個長方形 你就在這個長方形 它還問你說 請問一下你這個 那個按鈕呢 按下它之後要執行哪個聚集 你就告訴它一下 那上面再加上它的名稱 這按鈕就產生了 大概就流成這樣 我們來做一次給你看 然後點一下這個按鈕 這個時候的話就有點像小畫家 一個十字嘛 按住不要放 往右下角拖拉 放開 這個時候它會問你說 那你按鈕按下去要執行哪一個劇集 那你跟它講說 我要執行的是 串接這個劇集 然後你把它 點下去就OK了 那我的習慣會把上面的名稱複製一下 為什麼要複製呢 主要的原因是 你按確定之後呢 上面的按鈕名稱 它不會自己幫你變成那個串接這兩個字 所以你變成說你點一下按鈕這邊的字 然後把這幾個字刪掉 我剛剛不是有複製嗎 把它貼上去就好了 這樣按鈕就要串接了 OK 第一個完成的 按一下它 它會work 第二個的話是清除 所以再做一次 清除就是按一下 再拖拉 OK 放開 那一樣的動作 找到清除嘛 然後把名稱複製 按確定 再到按鈕式上方點一下 把字清掉 再把清除兩個字貼上 這樣子就完成了 完成之後請你點旁邊一下 好 按鈕 就 完工了 按一下看看 可不可以work 可以work 有沒有 如果假設你指向錯的話 沒關係 你可以修改 修改按右鍵就可以修改 如果假設你剛剛 本來應該是串接又變清楚 清楚變兩個電腦怎麼來 沒關係 你按右鍵 重新指定它 指到你要的這個 這個應該是這一個 你就點它一下 然後按確定 它就修改了 大概是這樣子 也就是說 你未來要修改 按鈕的一些對應關係 可以從這邊重新指定 然後還有其他的 什麼編輯文字 等等的 就 好 那這樣的話 把它清除 然後 串接 清除 好 這樣子 兩個按鈕 基本上就完成了 OK 所以增加按鈕應該不困難吧 所以 這個時候你想說 哇 老師這個蠻方便的 以後 如果我假設我所有工作 重複性的事情 我都把它錄製下來 然後變成按鈕 那我以後按按按按就好了 不用重做了 OK 公司也不用重key了 大家還是蠻幸福的 只是說接下來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 那你 你會想說 老師那到底我錄下來這個程式 它到底長什麼樣子 那未來如果我想要針對別的地方 也要用同樣的程式 我不要重新錄製的話 或者是我功能有變動的話 那我可不可以不需要重新錄製 我修改就好了 當然可以啦 只是說 接下來你要知道說程式放在哪裡 那再來的話 如果你想要看到那剛剛錄下兩段程式 其實記得剛剛是執行嘛 找到下方的編輯 那跟各位講一下 這個編輯 實際上這編輯VBA程式 那也就是說你從這邊點擊之後呢 它會自己幫你呼叫什麼 呼叫這邊的叫Viso Bay的編輯器 把程式跳出來而已 所以未來你想要找那個 你寫的劇集 其實就是VBA程式 直接點那個Viso Basic也可以 我點一下給各位看一下 所以如果假設 把它點開來 那直接點這邊編輯也可以 有沒有看到 那當然呢 它會浮動在上面 我是習慣是把這個Viso Bay縮小一下 也就是它浮在上面 然後這邊不是有個浮動視窗 習慣上會把它放大 這個時候各位可以看到 你剛剛錄下來的就是這兩個程式 一個叫Sub串接 它的頭在這裡 尾巴在這裡 第二段程式的話呢 就是在這個Sub清除 AndSub結束 有沒有 OK 那它儲存的位置在哪裡 其實理論上 一定是存在這個模組裡面 OK 就是Module 1 所以它這個Module 1裡面 放了兩個劇集 一個劇集叫做Sub串接 一個叫做Sub清除 程式就在這裡下 OK 應該可以懂這個邏輯吧 所以假設你要把它關掉也可以 關掉之後呢 那你要開有兩個地方可以 這邊編輯一下 不過它有時候會閃退 沒關係 閃退你按一下Viso Basic 一樣可以跳出來 那我個人習慣是 會把這個視窗本來是放大對不對 我會把它縮小 然後移動到這個Excel的視窗的中間 那主要原因是我可以看到我Excel的狀況 然後再來決定我要如何去修改程式 或者是撰寫我需要的程式 OK 那第二個的話呢 比較重要的部分就是 這兩段嘛 然後呢 當然第一個可能會遇到的問題 就是姿態小 所以我第一個會希望把字放大 工具、選項、撰寫風格 把這個改成什麼 至少我覺得12、14吧 12好了 按確定 好有沒有 至少放大一點點 那再來的話呢 接下來各位還記得吧 我們串接跟清除 其實實際上呢 我們都做了三個動作 有沒有 那其實這三個動作就是寫這些程式 你假設我是覺得 你如果剛開始不會寫程式的話 你是可以透過錄製劇集來學習 所以要怎麼學 我是建議第一個 我習慣是把這邊 前面這個單引號 就是它的註解 把這個註解 上面這些先刪掉 這個有點多餘 那我的習慣會這樣 自己在上面加一些 我做什麼動作的註解 所以我第一個動作 註解記得喔 單引號開頭 我第一個動作1 我做什麼 我記得我好像是把 游標放在那個什麼 14儲存格 這是14的 所以我這邊是 游標 那這邊你可以自己打 用自己的語言打都沒關係 游標放在14儲存格 有沒有 類似這樣 那你一開之後這邊就變綠色了 綠色的話實際上就是寫給你自己看的 OK 那第二個有沒有 那底下就是這一段程式 所以呢 VBA假設要做這件事情 怎麼寫 就是range14.slater 就是 那未來你說 老師那我如果不一定是14 我換別的地方怎麼寫 那改一下比較好 改哪裡 改這個儲存格位置比較好 那會吧 那第二個的話就是輸入那個公式嘛 有沒有 我們是游標放之外便你打勾嘛 就輸入公式 所以再來的話呢 2 這個應該就輸入公式 然後 向下填滿的話應該是這個 向下填滿 就是section 有沒有 這叫3 那什麼 向下填滿 那當然你可以打多一點字沒關係啊 這個字數多寡 你不見一定要跟我打一模一樣 因為這個是寫給你自己看的啦 不見你打多打少 那 因為我最下面多一行 我跟各位講 這一行是多餘的 因為它最後做什麼 range14-103跌生 那其實不需要啊 所以這一行我建議各位可以把它刪除 沒關係 OK 好 也就是留下三行 1 2 3 OK 底下這邊也是一樣 清除的做法一樣 這個一樣 1的話一樣是游標放14 這把它複製下來好了 2的話呢是什麼 2的話就是 我記得好像說 Ctrl 加上Shift 加上那個向下 然後再來3的話按下Delete 所以3 好 這樣的話呢 就完成了 OK 那完成之後的話 你會發現 哇 突然間 感覺好像這個程式突然 你都看懂了 有沒有 其實應該不是看懂程式啦 你應該是看懂註解啦 但因為透過註解的方式 你可以知道說 到底它幫你做哪些事 那這個就是一個聚集的一個 怎麼講 基本的架構 一定從sub開始 end sub結束 所以以後的話如果你要執行 你要撰寫一個VBA 它基本上一個基本單位 就是一個sub 那它放在哪裡呢 就是放在模組裡面 OK 所以將來大概基本架構知道 應該就完成第一階段了 待會我們再來看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把剛剛錄製好的這個程式 透過編輯的方式加上註解 好啦 試試看 試試看好了 我們先下個休息一下 那記得那個註解的部分 不見得一定要打一模一樣的字 有沒有 一二三 反正後面你可以用你自己習慣的語言 表示都沒關係 你可以打詳細一點 或者你打簡略一點都沒關係 自己看懂為原則